6月19日根据韩寒经典小说《长安乱》改编而成的电影《喜乐长安》在上海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导演竹青鞋主演何鸿杉金浪等到向现场 据了解电影《喜乐长安》根据韩寒发行三百万册的人气武侠小说《长安乱》改编而来 讲述了一个俗家弟子世然和青梅直管的姑娘喜乐游走江湖的故事 江湖的规矩 巴斯巴斯 血战血枪 江湖大得很 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导演竹青表示不同于金英笔下的传统武侠 海湾的武侠可以总结为神经武侠是一种很高级的喜剧幽默 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《喜乐长安》与《小时代4灵魂镜头》的再次对阵时 导演竹青用影片片名表达了他的自信 跳房上的比较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电影比那个《小时代》的优势在哪一样 好问题 哎呦这个问题好像很尖锐啊 呃其实 现在我想起来这个 呃小时代3 呃供应的前后刚好是韩寒的后会无期 呃党期差不多的时间啊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韩寒和郭敬明是 呃一个一个现象级的一个 一个跨界的一个从作家到导演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奇迹啊 应该说是一个创造了票行的奇迹 那我觉得 呃我前段时间也关注了这个《小时代4》 他的这个片名叫《灵魂镜头》 我 我这两天也在想 我就回答刚才这个记者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问题吧 我这么来说 郭敬明用他的电影在问 《灵魂镜头》是什么 韩寒告诉他 《灵魂镜头》是喜乐长安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就回答了